來喔今天來開拍 LED的小燈 LED的小燈 你可以把它當作方向燈 也可以把它當作 定位燈 就是一直亮著的燈 對然後他的不同地方 反光瞧一下 然後忘記我的開場牌 今天大家心情好嗎 來看我的廢片 直接切入主題 因為我希望片子能夠越短越好 因為這個不是很重要 對然後你看喔這個是我新買的 橘色的 橘色的 只要是橘色的話橘色的光源 他的晶片上面就是橘色的 我用肉眼看是橘色但是用 鏡頭看的話好像沒有到很久好像偏黃色 好像偏黃色也可能是日光燈的關係吧這我不知道 對這 你看喔 這樣我遮住了你看 光源遮住了他就比較 橘了就像這樣子橘 這兩顆這顆不算 對他他的LED燈的燈片的話就是這樣子橘色的 OK好 那我切入主題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不同地方就是他的 LED的顆 的顆數不一樣 這個是 26顆 然後他是 他是 一面 兩面 三面 好三面 這一面10顆 這一面10顆 這一面6顆 26顆 然後 這個的話他只有兩面他是比較扁的 他是比較扁的 然後他一面都各12顆等於是24顆 所以這個是多兩顆 那其實多兩顆他的亮度沒有亮到哪裡去 沒有亮到哪裡去那為什麼我還要重新嗎 因為 他這邊有在做6顆 這邊沒有 所以呢 你這樣插的時候 直接照到你這樣子的話插下去的時候直接照到後方 那個光源會稍微再亮一點點 稍微再亮一點點 這個只是亮兩側 這個會亮到三側 因為他是三個地方 不好意思我今天鏡頭不知道怎麼搞的 都這樣子 萌萌的 那大概大家大概知道就好了齁 大概知道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安裝 我們現在來安裝 呃 這 我們現在來安裝前面 前面喔 OK好我現在架一下 腳架 好那麼OK來直接開拍 我這台是電動車 他是仿 尾四排 的電動車他不是仿啊幾乎是1比1打造啦 1比1打造的尾四排電動車他待會拍完的時候 我再拍下外型 那如果 你們是跟我買一樣 電動自行車的話 同一款電動自行車的話 你們就可以自己DIY 換燈泡 換方向燈的燈泡 把燈泡換成LED燈 那其實都很簡單啊 你看這個地方 等我一下 看這 你只要把這個蓋子打開 他中間有個蓋子 打開 之後 然後這邊就有你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來近一點看 這個地方 有個黑色的塑膠套 他那他 第一個 人家說那是防塵套也可以說是防水套 對因為他就把他套住 然後可以防塵又防水 我敲一下腳架我腳架最近不聽話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他轉開 其實我這樣轉比較好轉 可是會遮到鏡頭 你們見諒一下 然後我不知道要怎麼轉 因為他這個沒有拆過都很緊 好 我已經研究要怎麼把他轉開了 他媽的真的是設計的洞有夠小 空間有夠小不好轉 他是左邊是開 右邊是 左邊轉開拉出來就好了 右邊轉緊他就固定住了 就像開水龍頭一樣 就像開水龍頭一樣 他小到 我剛剛去轉的時候 被這個塑膠刮到 因為這塑膠裡面都很粗啊 很粗不像外面那麼細 比較粗然後就去刮到 因為刮到血光之災沒關係啊 劍紅就發 劍紅就發 這個小三無所謂 然後呢 就這樣子把他給轉開 轉開之後就把他抽出來然後特寫一下他的他的接頭 來 幹他媽的有流血但是不會痛 來 我今天鏡頭很怪餒 沒辦法對焦啊 好我再開一次看看好了 好他的他的就是這樣子喔 現在對焦比較好了喔 剛剛手機真的是他媽的秀斗 他就是這樣子 這凸點就是他的卡扣 對然後 你看啊我們手轉開的地方沒有 他就這個 他就這個凸起物 對稱的凸起物 對稱的凸起物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 轉開 轉開 他如果這全部都是圓形的話 你根本就不好轉 沒有那個手沒有那個施力點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兩邊有對稱的凸起物一個 兩個 電線旁邊兩個對稱凸起物就可以把他轉開 剛剛媽一直流血但是不會痛耶你看 呵呵 裸霸血的人 趕快跳過這一段 OK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換 LED上去囉 換LED上去囉 有人說燈泡的時候要拿毛巾或面紙 隔著拆 但這個燈泡我不想用了 所以我直接拆沒關係 那為什麼要用毛巾跟 面紙呢 因為 我們手上有油脂 你這樣附著在油脂上的話 他會容易產生過熱 過熱的話很容易就燒掉 這是 老一輩的人在講啦 但有沒有人因為這樣子拆裝 然後 燈泡的壽命變短 這就不可考因為 我沒有遇過 拆掉就變這樣子 T10 T10就是扁扁的啦 他的頭就是扁的 然後我們要把他接上去這一個 這一個的 OK 然後就直接裝上去就好 然後你看他的 來 你看他 他的他的接他的插座就是直的 看直直的 直直的 然後兩邊都有銅片 直直的兩邊都有銅片 那你就是順順的把他插進去就好了 順順把插進去就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啊 就像這樣子 把他插進去就好了 那有的LED的燈 燈喔很奇怪喔 你插的太米裡面他不會亮喔 你這樣子把他壓到底他反而不會亮你要有一點點 Asobe 就有一點點拉起來的感覺 不要插到底 拉起來一點點他才會亮 有的 有的LED燈是這樣子 啊有的不是 所以 你裝好的時候你要先試看看 不要裝好馬上又把他鎖回去 那有時候不亮的時候 等於是給自己麻煩 那現在我就要試看看喔 他現在就有亮了 然後我我再看一下他這個晶片是不是他到底就不會亮 我把他壓到底喔 他可能不會亮 欸有會亮 OK好 這個就是 有沒有插 這個晶片的話 有沒有插到底他都會亮 OK插了這個 我我我只要換這個就好了另外一邊的話一樣的道理喔 左邊轉開右邊轉緊 他換燈泡方式一樣那現在我就把他帶回去喔 你看這邊有一個洞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透明的洞 待會我們就要把他穿過去 好 先把電源關掉 不要讓對電 待會再給你們看外觀拉 這台車子超幸福的 都沒有在都沒有什麼在騎 每天在室內 夏天吹冷氣 冬天在那邊 避寒 很少很少外出啊 但我這一台目前不會想賣喔 因為 我很喜歡 韋式牌的外型 所以我這一台 應該是不會賣的 如果要賣的話 也沒有賣到什麼錢啦 因為這種 車子二手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賣不到什麼錢 OK好那我們 鎖好的時候呢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是不是 鑽上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 燈號顯示 來 他就有燈號顯示了 而且比較亮喔 然後再給你看一個我 另外邊沒有換的 的燈光 好我們現在開始測試喔 右邊這個是LED 這個是一般傳統燈泡 來看一下他不一樣的 光線程度 那我們現在來測一般的燈泡喔 他滴滴滴會蠻大聲的喔 一般的光源就是這樣 來 我特寫一下 一般的光源就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遠看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遠看的話 OK好那我們現在要來用LED的 他是感覺更亮 OK 就這樣子喔 遠看是這樣 我們來個特寫 是更亮 有差 有差亮度至少差 等一下要把關掉 一般燈泡 跟LED燈泡 亮度我個人認為差1.5倍 那個亮度差1.5倍 所以我會換LED燈 那現在 現在的LED的晶片 幾乎都是 已經有解碼了 已經有解碼了 所以不會像以前 以前我剛開始換LED燈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做解碼 或是說必須 你方向燈的 寄電器要換成LED 專用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寄電器 也不用改了 直接裝上去就好了 因為你的LED燈泡已經幫你解碼好了 裝上去就好 就不會有 平閃或快閃 如果那方向燈閃太快的話 可能就是他的 計電器有問題 或是燈泡有燒掉 或是他原本 他是用 原本 這台車子的 規範就是用燈泡 你四字改成LED燈 都會閃得很快 那現在都很少這個狀況 因為現在的LED燈都有解碼了 廠商都已經幫你解碼好了 但我不敢保證每一台車裝上去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因為每一台車 他生產的條件什麼不同 所以 我也不方便說 裝上去都是很正常的 然後這就是我的 改裝LED燈的分享 然後我拉遠一點距離給你們看我的車子 我的車子大概就是這一種 防尾四排的 防尾四應該不能說防啊 1比1啊 1比1打造的 完全一模一樣的尾四排的 電動自行車 然後他旁邊就是這樣 他旁邊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旁邊 然後後面 我拉一下喔 他後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後面有一個鐵架 鋁合金的鐵架 我把它拆掉 我把它拆掉了 對因為我覺得 全部都黑的 那鋁合金是銀色 我覺得這樣感覺很不對 所以我把它拆掉 但是驗車的時候 以後 之後領牌驗車的時候 一定要裝上去啦 因為你沒有後扶手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過關 所以到時候還是要裝上去 為了驗車而裝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 電動自行車 改裝LED燈泡的分享 就這樣子喔 掰掰 掰掰